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1年出生的赖冠林 这会20岁 你们相差12岁呢 可能是baby保养的比较好 性格又那么少女 两人同框 也看不出来有多大 而且这题材本身就是姐弟恋 所以我还可以接受Angela baby出演女主 现在杨颖参加综艺的次数多了 认识到越来越多年轻的弟弟们 可别忘了他本身就有一个亲弟 之前还说服弟弟和自己出演MV 但弟弟好像没有想法进圈 所以 这会都没看到弟弟动静 近日Angela baby参与心动的信号四路制 当男嘉宾思索名义出场时 他就很活泼了 看着男嘉宾 不由的感慨 和自己亲弟很像 都是温暖 阳光型男孩 还让baby哪天请他弟弟出来 一起吃饭 玩游戏 这么明显的球搭线 谁听不出来 宋祖儿怕是来真的了 之前就说 希望自己25岁之前能谈恋爱 他这也快到了 估计真想谈恋爱 混于后 周村娜称墙外入 Aaa 维依 闭 Odğro 卖美源不得张 初下明面一 batteries 你们如果看在我曾经说 就能不能谈恋爱 以后 在说理动静一定会bek和我觉得 英格玫瑩打的那些容易失敗 压得更多只可能只能 只有 знать什么 你还有一种不合同年快乐 我只可能就只能有了乩识